要幸福 毒要毒 移民洩政府 戰 天海地區可能是在經濟條件 一些資源比較貧乏 然後可能在吸毒方面 可能比較會有機會來深入 但是吸毒我們都知道 不只影響到個人 甚至一個家庭 甚至我們的社會都影響危害非常的大 那這幾年我們政府 雖然也一直大力的在宣傳 不要吸毒跟毒品說不 但是為什麼還是有人在 還是在這個吸毒呢 也就是說政府 光政府方面的宣導是不夠的 必須把我們的社區方面拉進來 然後校園我們的學校的層面 也要拉進來 跟我們社區層面也一起進來 跟社會層面跟政府的層面一起拉進來 這樣全面性的 類似一個天羅地網 大家共同來做一個防護網 針對我們特別是青少年 他們可能會標新利益 的話我們作為家長的 或是在學校的一個師長 或是在我們社區的我們一些長輩 都能給他們正中教育 勸導 就讓他們會堅保吸毒的一個機會 台西其實是一個偏暖的地方 但是地靈人節 所以不管在地 不管在家 很多人都有很好的信仇 尤其是我們台西文道基金會 現在是由我們旅居馬來西亞 拿督丁 丁童程先生擔任董事長 所以算起來 很多結出的台西人 大家都共同導致 我旁邊的是我們 許旭是董事長 我們頂門基 崩佩蓋 非常有名的這個 董事長 董事長 我們林明府 林明府 如果是都很結出的去入家就對了 大家共同來關心 國風的事情 今年他們特別選的一個主題 這個主題就是反獨 所以他們舉辦這個 這個採接的活動 我們希望反獨的這樣子的 觀念 推廣到每一個角落去 我們平衡的這個地方 有時候因為社會環境 經濟條件比較不好 所以說 尤其是需要引進 很多的資源 尤其 我們這些年輕人 我們希望他們都可以 健康快樂的行動 將來像這三個一樣 可以有一個好的心情 永遠都不要去 接觸到這個主題 所以說 今天這個採接活動 相當有意義 我們感謝這些 傑出的台西的鄉親 他們共同來服務關心 願望我們在地的鄉親 大家也不能祝福 這些出外的鄉親 他們的福利 大家應該總共享受 健福平線道 在地的學生 這裡但在地的地方 在地的地方 你們也不能祝福 他們有可能祝福 在地的地方 在地的地方 你們這些人 有些人有無法去 他們把往後面的祝福 習慣了 在地的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